4月4号上午在台九县发生交通事故 一笔灵性男子他驾驶自小客车 由台九县南往北行驶 不小心致撞护栏 造成驾驶左脚开放性骨折 先送往玉林荣蔽一月就职 然后再转送花莲此击一月就职 一台轿车沿路台九县 由台东往花莲方向行驶 行驶到289.4公里处 因转弯失控而撞上护栏 警告接获报案之后 立即实施交通管制 并且救护伤患 昨天驾驶只有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立即派遣九县人员前往救护 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部自小客车 撞击水泥物栏 一名男性受困于车内 明显左小腿变形骨折 并夹困于车体内 救护人员利用脚盘器拖拉 制造破坏空间后 使用破坏器材减除车体梁柱 顺利将患者救出后 送预迟救治 到院时患者能维持意识生向 这件事故造成驾驶左脚开放性骨折 送往玉立荣民医院治疗 现在转晚花莲慈祭医院 继续久治 驾驶酒策代言中 玉立分局交通组 也呼吁驾驶行车时 应该要保持注意 以保护自己的驾驶安全 务必养足精神 再上路切勿疲劳驾驶 记者高雙雙副理箱采访报道